你好,我是匈奴人 分账不均,中共黑客集团内讧泄密 中国一家专门网络攻击外国目标的黑客公司 因为内部分账不均 最近突然主动泄密 惊呆了欧美的情报机构 涉案的这家公司名叫安巡公司 英文名字叫I-Soon 他们曾经渗透进入大量的外国政府机关科研机构 这个法新社今天报道说 安巡公司自称是一家专门从事IT网络安全的公司 就是说它本来是一个网络保安公司 但是它现在发布的这个数据表明 他们是一家间谍公司 因为它透露了大量间谍活动的具体细节 比如说呢 他声称呢 自己渗透过印度的政府机构 泰国还有越南 还有韩国等国的政府部门 实在是太嚣张了 在他们主动泄露的文件中 法新社还发现了泰国和英国各个部委的名单 以及他们试图登录抹人Facebook账户的屏幕截图 这个泄密爆料呢 据分析的是公司内部人员所谓 主要可能是因为对薪酬不满 因此能报复公司 想摧毁这家公司 还有他们泄露的 有一份文件详细说明了计算机黑客的奖金 比如说呢 闯入越南一个部门的奖金 高达五万五千美元 也就相当于五万零七百八十欧元 这个赏金是够高的 看来黑客呢 是一个收入丰厚的产业 中国黑客呢 在全世界的数量是第一名 因为中国呢 把黑客呢 当成一个创收的项目 黑客公司呢 在协助中国间谍攻击世界各地目标当中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为呢 黑客呢 他这个一般来说呢 都是一些精通电脑的家伙 中国政府呢 发现了以后呢 就强制他们为中共效劳 中共呢 他虽然他自身也有大量的黑客 但是呢 这些黑客呢 就是说呢 因为他有编制 有固定的工资 固定的收入 奖金又不高 所以说呢 他的工作积极性很低 总的来说呢 这些人呢 主要是靠管理其他的黑客 有一张截图呢 描述了这个客户 请求 这个安巡公司呢 去进入某个国家外交部长 和总理的办公室 以及他的情报机构 的计算机系统 你看看 这个多厉害 也就是说呢 这个安巡集团呢 他能够随意的闯进一家外国情报机构 安巡透露的资料 还解释了 他们的员工如何去闯进别人的计算机 远程控制他们的计算机 甚至呢 监控他们输入的内容 也就是说呢 如果有朝一日美国国防部长下令 美军执行什么军事行动的时候呢 很可能是安巡的间谍公司呢 能够看到他的命令 这样做是很可怕的 根据这些文件呢 安巡公司呢 还能够破解人的手机操作系统 包括Apple iPhone 也就是说呢 现在呢 苹果手机也不再像过去那么安全了 就是说呢 安巡公司呢 能够弄清楚 能够闯进你的操作系统 来对你的内部进行监控 也就是说呢 你手机内部的资料 包括你银行密码 银行账户 他都能弄清楚 那么其他的 你的机密内容 他也能够弄清楚 安巡网站呢 今天早晨呢 已经被暂停 或者被关闭了 因为中共国家安全机关呢 已经发现了大量的 这个泄密行为 但是呢 在这之前呢 国外的情报机构呢 已经大量的下载了 他们主动泄露的机密文件 据了解这家公司的总部呢 位于上海 另外在北京和多个省份 都设有办事处 这一次呢 应该说是中国情报机构 特别是黑客集团呢 栽了一个大跟头 向全世界 证明了 他们呢 从事了大量的 间谍行为 预计呢 随后呢 会遭到 一系列国家的抗议 这个 这件事情呢 将会恶化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 关系 另外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中外保险公司的 天壤之别 我们都知道 现在中国有一半人呢 都买了这个保险 各种各样的人寿保险呀 什么上学保险呀 或者是健康保险呀 等等等等 但是呢 这个保险公司 中国的保险公司呢 实际上呢 跟国际社会一般的保险公司 是完全不一样的 讲白了 这个中国的保险公司 纯粹是诈骗公司 比如说你看我这里 给大家介绍一下 中外保险公司的区别 到底在哪里 像国外的保险公司呢 它法律规定的 你必须拿70%的钱 用于理赔 也就是说呢 你这个公司 你固定这些钱 是只能够赔偿顾客的 所以说呢 在国外你出了什么问题 比如汽车出了事故 像房屋也都买的保险 出了问题 一般来说 你打个电话 对方来看一看 就解决问题了 至于汽车保险 对方有时候 就是通个电话 就直接给你赔偿了 也就是说呢 你买的人寿保险 只要你到期了 他马上或者出了什么问题了 马上给你赔偿 一点都不犹豫 他是先给你赔偿 即便他发现 你可能有问题 他以后可以再调查 他不能说 拒绝付钱给你 另外呢 10%呢 就最多只能 10%呢 用于人工开支 实际上现在 国外保险公司 一般都低于10% 因为他相互竞争激烈 如果达到了这个上限 他很可能就没什么生意了 另外呢 他也只能用10%来缴纳税收 也就是说呢 他这个税收呢 都受到严格的限制的 还剩10%呢 是公司的利润 也就是说呢 公司的利润 实际上达不到10% 大家都知道的 比如说 中国的这个 公司的利润 从来都是深不可测的 你比如中国的这个 包括百货公司 他卖这个假货 他的利润惊人 但是呢 你看乌尔玛 他的保险 乌尔玛的这个公司呢 长期利润 维持在1% 当然呢 保险公司呢 跟这个乌尔玛 还有所不同 但是他的利润率 公司的利润率 都是很低很低的 中国的这个 这个保险呢 全部保险呢 就比较 就跟你们 我们对比一下 中国的这个保险收入呢 是20%以上 来缴纳税费 也就是说呢 中国这个 税收呢 是全世界第一 另外呢 中国保险公司呢 大概还要拿 20%的钱 用于行贿 为什么 也许有人会问 哎呀 保险公司 需要行什么 需要行贿 因为他给公监法 纪委 还有各级领导 都得行贿 如果他不行贿的话 比如说 中国很多人 他买了保险 花了几十万 最后拿不到保险 他就要去控告 就要去上访 那么谁来 保护保险公司呢 那就是 就是公监法呀 以及还有 大级上访的 解访办公司呀 等等 但这些人 都是需要钱的 这些人呢 都是很贪心的 但对于中国保险公司来说 杀一金北 反正打倒一个 干掉一个 其他的一百个人 都不敢去告状了 不敢到去 法院去立案了 这样一来呢 他总的来说 还是划算的 所以说呢 中国保险公司 必须要拿 20%来行贿 还有一个呢 监察部门 你也得给他钱 任何领导 你都要经常的筛钱 你不筛钱以后 他就说 你这家保险公司 为什么不赔偿人家 这个 就是说 买保险的客户的 那个赔偿金啊 等等 中国保险公司呢 还有 据说呢 高达20%的钱 用于业务员的培训 就是告诉他们 怎么样把钱骗到手里 你就赢了 然后呢 你就可以分账 实际上呢 这个呢 不光是这个 培训 包括给他 给他们提成 这个提成呢 当然不光给这个 新的业务员 也给各级的经理啊 你去讲讲课 然后呢 你就拿到钱了 据说呢 中国保险公司呢 给客户的赔偿的理赔呢 是少的可怜 有的说是0.5% 有的说1% 还有的说5% 但总而言之 就那么一点钱 给你赔偿 而且呢 那都是有关领导批条的 或者特殊情况的 另外呢 据说中国保险公司呢 还花10%呢 用于跟客户耍赖 打官司 因为中国也有大量的官司 最后呢 在法院进行 反正呢 你请的律师 肯定不如保险公司请的律师 因为保险公司 可以请一些的 最无赖的律师 跟这个法官关系 最密切的公司 来给你打官司 而且据说 中国保险公司的 纯利润呢 上不分顶 可以高达30% 所以说呢 你一旦买了中国保险 你就等于白白的付钱 给了这个 一帮的骗子 另外呢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这个高干僧人 在秦城监狱 我们都知道 中共的高干呢 是世界上 就是说呢 享受就是各种待遇 最好的一个团体 但其实呢 这是这群人呢 只是表面上这个待遇很高 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一些高级农历 或者高级僧人而已 高级僧口而已 比如说 我们都知道 中共高干呢 犯事以后呢 很多会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有时候呢 他这个标准不一样 有时候是专门关部长级的高干 有时候是副部长级的高干 以上的高干 但是呢 他的这个表面上条件是不错 你比如说他牢房里面 每件牢房呢 有十几个平方 甚至最大的时候呢 有三十多个平方 但是那个牢房里空空荡荡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张矮木板床 而且背入很薄 还有一个呢 中国的牢房有一个奇特的规定 就是所有的牢房都是没有枕头的 我在监狱待了十六年 也没有枕过一天枕头 都是你自己呢 枕衣服 或者枕鞋子 诸如此类的 这对于那些中共的部级高办来说 长期都是一种折磨 因为他们一般都有颈椎病呀 都脖子不好啊 或者平时享受惯了 所以说呢 他们没有枕头呢 直接让他脑袋放在这个木板上面 那是很痛苦的 不过呢 我看到呢 中共高干在秦城监狱 受到最严重的虐待呢 这就证明了他们在中共眼里 他们人是一些高级牲口的 就是说呢 秦城监狱规定了 夜里睡觉的时候呢 必须面朝门上的哨兵观察孔 这个难度有点高 这是需要长期的多年的训练才行啊 因为我在监狱登了那么多年 一般的看守所都没有这个规定 因为我们品尝试都知道 人睡着了以后呢 你怎么能面孔朝着一个方向呢 对不对 你经常转换方向睡啊 要么有时候头朝上头朝下 当然中国看守所 那么可能呢 他有这个规定 可能他可以实际上做到这一点 因为中国看守所很多睡觉的时候 只能侧子朝一个方向睡 可能朝着门口睡 他规定好 你也无法翻身 你一翻身把别人弄醒了 那就是吵架打架的事情 但是呢 这个在牢房里只有关押一个人的情况下 还必须他面朝那个观察孔睡觉 这个呢 可以说是一种酷刑 因为你不朝那个方向睡的话 哨兵随时就把你弄醒 而且他规定你整夜不许翻身的 也不准养睡 这个呢 的确是一种莫大的痛苦 由此就可以断定 中共高干呢 其实通通都是牲口 因为讲白了 讲白了 牲口都不会如此悲惨 我没见过哪个牲口棚里面 那个牲口的这个主人会残酷到说 你必须脸朝着这边睡觉 否则的话呢 就揍你 而且呢 如果你要是不服从的话呢 看守呢 那能给你折磨的 生不如死 即便你没有任何错误 看守都经常 没事折磨你 比如说呢 甚至要求你冬天呢 又没有暖气 但是呢 他规定你胳膊必须放在外面 所以呢 从秦城监狱出来的人呢 胳膊都会挨动 另外呢 这个狱方呢 还纵容看守 也就是看守干部 对犯人进行各种形式的人生侮辱和折磨 实际上秦城监狱的 大部分人都是无辜的 有的人关了八年十年都没有受到审判 你比如说 孙中山的老婆宋庆林 在秦城监狱关了八年 根本就没有什么罪名 一开始就说他是婊子 然后就把他关押起来了 还有呢 这个像他们这些囚犯呢 还无缘无故的被罚战半天 也就是像宋庆林啊 啊 你以前交代一下 你以前跟孙中山怎么睡觉的 宋庆林说不清楚 罚战半天 这个还有动辄训斥谩骂 这个辱骂 甚至呢 被叫到小窗口 往脸上吐吐沫 就是比如说宋庆林啊 过来 过来以后呢 就把你手伸出去 然后呢 打一蹬 然后再把脸靠着小窗口 看守呢 就可以往他脸上吐吐沫 反正没事就是折磨他 甚至呢 把滚烫的稀饭烫在他手上 就故意把他的手烫红烫肿 甚至烫伤 据统计的文革期间呢 秦城监狱 总共关押了502名高干 死在里面的就有30人 就是活活被关死在里面 折磨死的 比如说开水烫死的 或者因为睡觉不许翻身 受虐待而死的 或者呢 脸上吐吐沫淹死的 总而言之呢 有30个人被活活弄死 另外呢 还被打伤 致残20余染 此外呢 还有60多人患了精神病 也就是被天天这样折磨来折磨去 那真的是一种酷刑 每天都是在折磨你 由此看来呢 这个中国的监狱 哪怕最好最好的 最高级的秦城监狱呢 也都是十足的魔窟 大家都知道 闫名副呢 曾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他的父亲闫宝豪呢 1968年被诊死的时候呢 他也被关了进去 他还一直都不知道 他的父亲就死在那个牢房里面 就是说他父亲刚死 儿子就给他关在同一个牢房里 一关就是八年 还有北京以前的市委书记刘仁 那也是政治局委员啊 结果呢 一直呢 进了牢房就戴着手铐 然后一直到活活靠死 据说秦城监狱呢 都是没日没夜的 有人在鬼哭狼嚎 因为那个那么多的亲身病 他每天都要好嘛 都要叫 还有一些人呢 就想着怎么样出狱 就整天喊毛子一万岁 当然了 也有受不了侮辱 痛啊 看守的或者骂娘的 经常呢 他们要遭到暴打 就是看守把门打开 带着几个二老拐进去 给他踩住 用脚踩住 然后没头没脸的 就用皮带抽 用那种苏联皮带很宽的 还有用那个鞋底来抽 大的他们鬼哭狼嚎 往往一毫都好几天 因为呢 被打得丧失了理智 或者那是打完了以后呢 也没人给治疗 简直呢 就是一座分人院 中国的监狱呢 其实呢 秦城监狱 简直就是一个代表 它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非常非常可怕的 我现在都难以想象 我曾经在中国这样的地方 待了16年 所以呢 我有时候在想 为什么中国那么黑暗呢 因为中国有良心的人呢 都被折磨死了 都被折磨残废了 剩下的人都害怕了 都望而却步了 就没有人敢为中国的社会正义 为公正 为理想 或者说为信仰 很少很少有人敢为此而奋斗 因为奋斗的结果呢 就是进入黑暗无边的监狱 受尽残酷的折磨 都不太饿了 和我们看这些时候 建议的监狱 所以我们去用黑暗